高中生一見到對方直接衝上前 賞了一巴掌發出響亮的聲音 不僅如此更動手推了對方 眼看瞄頭不對 被打的學生立刻鞠躬 但對方情緒相當激動 不顧其他同學勸阻 高中生直接被對方逼到黑板 邊罵髒話邊動手打人 不過這暴力事件就發生在花蓮校園內 目前我們通知雙方家長到校 來詢問了解是否要提告 我們會除了如果提告後 除了移送少年跑程之外 另外會我們列為 我們少年隊的高關懷對象 來加強的關心輔導 初不了解被打的學生 疑似偷拍上傳時報學生 打瞌睡的照片 更幫對方取了不雅綽號 打人的同學知情後 才會跑到對方教室 問個清楚衝突一觸即發 不過這已經是一個院內 花蓮第三起校園暴力事件 上個月二十七號多名身穿校服的國高中生 在花蓮某公園聚集 手持棍棒毆打被害人 這個月十八號兩名高中生在校內爆發衝突 相約在外談判 沒想到其中一人找來校外的朋友助陣 被害人慘遭圍毆 如今又發生校園暴力事件 一個月接連三起 警方入校瞭解就怕幫派勢力潛入 讓校園安全亮起紅燈 閃電新聞旅約臨區歡迎在我報道